姐弟无罩车祸在送医途中再被无罩骑士冲撞 这个是苗栗有一台救护车在2号晚间 再送无罩发生车祸受伤的三姐弟前往医院急救 但是在行径一处路口时被对向一台重型机车给撞击 虽然三姐弟没有在受伤 但是撞他们的17岁重机骑士被发现 他虽然没有酒驾行为 但他同样也是无罩驾驶 而且伤势严重 全身有多处骨折 救护车再送病患鸣敌通过路口 不料对向一名街的骑士 过弯没减速从车身高速撞了上去 从行车接不去画面看更惊险 救护车遭撞车身晃了好大一下 车上乘客也吓了精神尖叫 车会意外翻在2号晚间气很多 一辆苗栗相比酒要救护车 再送无罩车祸受伤的三名姐弟 前往台中东市荣民总医院救医 在行经东南路与石壁坑口时 遭骑士撞上 救护车驾驶及乘客未受伤 车上患者已转由其他救护车送医 不过接骑士就没那么幸运 整台机车全毁 17岁骑士伤势严重 左大腿开放性骨折 头部撕裂伤意识模糊 仍在抢救中 警方倒查双方没有酒驾 但结合骑士没理让救护车 也被查出没有驾照 救护车执行勤务却也跨越 双黄线闯红灯 后续灶泽仍有带警方厘清 只是救护车上 杰力三人无罩车祸 送医途中再被无罩骑士撞 也让人直呼又够倒霉 介综部送到